许若萱18号凌晨及时在脸书发文提到 如果有未经证实影射不时爆料及恶意诋毁 转述攻击等等将不排除提告 突然这么大动作原因就是因为17号深夜 王力宏前亲李静雷在IG突然写下 5000多字毁灭式长文 控诉王力宏结婚8年不断搞不正当男女关妻 就连李静雷怀孕时也不放过 甚至长期以来遭王家人冷暴力羞辱 前下不合理婚前写一书等罪状 其中内容更是提到有一个女生也是你的床友 自己已婚有小孩还乱搞男女关系 最后是明知违反规定也要飞奔去他家聚会 拼拼凑凑各具字样虽然没有实际点名 但许若萱就遭大批网友影射中枪 还活着 哇这是表示他很新鲜 先前王力宏结束14天隔离 但还没完成7天自主健康管理 就直奔许若萱家群聚用餐 遭批示防疫破口事后双双为此道歉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 明明前阵子才撇清网友爆料出轨 白兔妹妹Yumi 如今这枚震撼弹重创王力宏出道以来 斯文好形象 就连前一晚才刚已千万台币接下 大陆汽车代言活动 品牌现在发现苗头不对 火速切割终止合作 这回演艺圈事业恐怕会大受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